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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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能干的面包 带有非常设计的水晶长耳线 看起来很灵气 我不得不说 时装周的这种表现确实给了他很多要点 很多人认为陈玉琪具有一种英雄精神 外表犀利有能有绝 有人认为在老一辈演员中 林青霞是带来英雄主义的人 他出演不败的东方人可以堪称经典角色 回到陈玉琪 我也有这种感觉 穿着黑色无袖连衣裙搭配干净马尾边 他很有气质 还有一种长发的造型 搭配一条小巧的白色吊带裙 看起来精致但有很强的灵气 我仍然戴长耳环 一条白色的裙子很精致 这次是搭配黑色高高跟鞋和一条细黑带 这种对比强烈的颜色使他看起来更薄 陈玉琪在活动中的衣服很灵气优雅 从生活中的装束来看 非常简洁干净 这款白色的雪纺衬衫带有倾斜的肩膀 蓝色对比宽的肩带 非常甜美 用白色宽带固定 袖子与网合形成对比 这个单品非常时尚 陈玉琪的头发扎着马尾辫和很多辫子 非常年轻 我真的很喜欢陈玉琪的着装 简单风格 每次他看起来干净时 颜色样式也很简单 这是夏季旅行装 白色T恤和一点刺绣装饰 然后将腰部塞入蓝色生牛仔裤 他是日常穿着 但很年轻 今天的衣服在这里分享 您如何看待陈玉琪的着装风格 编辑将每天分享一些美观的日常穿着 希望给您一些穿衣的灵感 如果你喜欢 只需单击以分享即可 给我 请在评论区域留言 我是苏奇墨 一位时装设计师和名人时尚的原创作者 我分享好看的物品和穿衣技巧 跟随我学习越来越多的美丽穿衣和搭配 像我的朋友一样 请关注 喜欢和转发哦 原创作品 必须进行man to the chain 图片来自互联网 侵权链接已删除 感谢各位看完这篇文章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小编的文章的话 请记得给小编点个赞哦 小编收到大家爱的鼓励 一定会元气满满 继续给大家推送每天不同的精彩内容的 长得好看的人都聚集过来了 你还在等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